onyこと 髒了 真的 轻点 来 你笑什么 不疼的 还好 我就说这一蘸了水 有一点麻蚁的感觉 我就笑 你们又笑什么 见人家受伤还这么开心 真没事 没事 一点小伤 谢谢你救了我 哪的话 是你先救了我 我真要好好谢谢你 都有 你们这个叫做 该叫做什么 对了 叫做英雄西英雄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大哥是英雄 我大哥也是英雄 他说他棒 反正两个人都很棒 对 我最棒 我同意 看不出来外表刺刺文文的 但是一生好功夫 这两下子哪叫什么功夫 别签起了 可是你真的很有本事 三两下就把那些坏蛋打倒了 市委这个就不行 看他跟人家打架 我会急死 恨不得去帮他打 谢谢你 我宁愿你别帮忙 下次你只管顾好你自己 我就阿弥陀佛了 你打我头 对不起 温柔 瞧你们这鼻子保护的 你们兄妹两个人感情还真好 怎么那么可笑 是啊 对不起 因为小草她知道 我们兄妹俩应该扮嘴的 对不对 亲亲 兄弟姐妹还不都是这样 像我跟少文也是 平时打倒闹闹的 可心里边还不是亲亲爱爱的 是不是 对 可是你以后不准打我头 就屁股了 你这小子 你怎么要打我头 你打死我 我现在打你了 我现在打你了 你打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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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 小草 小心一点 小心 小心这个人不错 你累不累 腿酸不酸 我给你搬张凳子来好不好 不要不要 你们只管给我注意的看嘛 我好得很 你们不要管我呀 他们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回来了 真的 真的真的 你进去吧 是啊 等会他们走近了 就会瞧见咱们了 好 我进去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这下我就放心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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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们回来了 给 少爷 先来喝杯茶再走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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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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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爷 立北等 请问有什么事啊 太太是不许咱们说的 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太太不许你说什么呢 你不知道 这几天当你一出门 太太就开始站在大门口 等你回来 她站在大门口等我 你是说我出去一整天 她也站了一整天 为什么呢 说是说裴少爷带你们游山玩水去 可他心里就是不放心啊 因为你同庆庆小草 一块出门 他怕你们就这样走了 也去不回了 他心里害怕 却不敢对你说 是不愿意人力心烦 人力生气 他宁愿苦大自己 爸爸的手在门口等着 非得了我们远远瞧见了你 他才敢进去 您信 这是你头天就该告诉我的 少爷 你千万不要生气啊 我知道你的难处 我说出来绝没有干涉你的意思 我只是担心太太挺受不住 所以想同你打个商量 或者 也许 你们可不可以出去玩个一天 隔天就别再出去 不然 不然 不用说了 不然 我明天起 我就待在家里 妈也不去了 你们去玩吧 少爷 少爷 不要慌 他不是生气 他只是心里很难受 对呀 我们听了 心里也怪难受的 打明儿几 我也不要出去玩了 我也是 谢谢你这几天带我们到处去玩 我们真的很开心 谢谢 陪少爷 真对不住得很 请多多担待 快别这么说了 害得伯母这么辛苦 我心里都老大过意不去的呢 少婉 我们走吧 再见吧 感谢我的 再见 再见 себе 再见 再见 多担大 两框 更心里 大 eral 我记得 你最爱吃核桃了 总是把核桃搁在门缝里 然后把门一推 嘎得一声 核桃压碎了 你就捡你头的何人去 自从你离家之后 我常常连做梦 都会梦到那个门 嘎得一声 我就觉得好恶心 不行 你不能再这么纵容自己的特影之心了 再这么不安下去 你到时候怎么收拾呢 你是要走的 你记得吗 你记得你记得吗 当然 你记得了 他行吧 你得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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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咬 你得咬 你咬 你得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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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咬 你得咬 你得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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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太太,你別難過了 太太 是熱水嗎 你說得對,我們別理他 來,我給你打盆熱水,讓你好好洗吧 我以為你打字幕了,你先給他 好,我們別買了 他會做給你 好,我們別買了 我給你打字幕了 我不要一直在發什麼 我沒有搞笑 我可以不拍照 你不要這樣 我不要這樣 我不可以 你不應該去 你 participation 我不會學習 我 杨凯 杨凯 走 手交給你啊 我不要走這兒 你為什麼不敲門 進門之前要敲門的呀 我就站在外面等你 看見你出了進來 而且你也沒關門 你找我做什麼 我想問問你 有迷惑海爺爺的消息 你不是派人去找了嗎 已經十天了 我算得很清楚的 還沒有消息 真的嗎 連一封信都沒有嗎 沒有沒有 你這個孩子是怎麼回事 我現在心情灰透了 你不要來煩我 我知道你為什麼心情不好 因為我聽見你在喊你兒子的名字 你想念他 而你卻再也看不見他了 所以很難過很傷心 那我也一樣啊 我想我的海爺爺 很想很想見到他的 好吧 我答應你 只要一柔任何消息 我一定投一個告訴你 剛才我是不小心撞見你哭得那麼傷心 不過我不會對任何人講的 就連大哥和清清我也不會對他們說的 好可憐 我 我想我們應該可以好好溝通一下吧 不必了吧 我知道你想跟我談昨晚的事 那沒有什麼可談的 我已經忘了我都說些什麼話 你也忘了吧 你總是這樣假設別人的感覺 還是你根本不管別人的感覺呢 好 我承認 昨晚我是有點衝動 甚至有點失去控制了 有點 你那麼樣瘋狂地對我大吼大叫 弄得我震耳欲聾 整個人都嚇傻了 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那你預備怎麼樣呢 你這是來找我算賬嗎